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节目前先打一广告 1月的27 28 这周六周日两天 咱们到湖北省 湖北省省会九省通渠武汉 又两场游学 那武汉是近代史 是民国史的开端 1911年武昌起义引发辛亥革命 最后推翻了青王朝 那么关于武昌起义是怎么回事 武昌起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偶然的事件 它怎么推翻大青王朝 怎么引发的这一系列辛亥革命 这个是1月28号 咱们在辛亥革命博物馆要讲的东西 欢迎大家报名 那么1月27号这天呢 是去一个我更擅长 更感兴趣的景点 就是中山舰博物馆 武汉的中山舰博物馆 那它有关于近代海军史 有关于舰船史 这些东西这都是我特别擅长的东西 您报名就行了 保证是让您感觉物有所值啊 感谢各位的支持啊 在这呢先行谢过了 行了呢 咱们说正题 亚洲杯来了 那原本呢 这些亚洲杯啊 计划在2023年年初在中国举行 然后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 中国放弃了举办权 然后一年在卡塔尔举行 今天呢就聊一个跟亚洲杯跟足球有关的话题 在世界杯或者是欧洲杯的比赛中啊 经常会出现政治问题啊 比如说球员在比赛的时候会做出一些民族性的动作 然后从而引发一些非议 其实这些问题亚洲杯放在亚洲杯这太小时刻了 其他大陆的足球比赛啊 这属于是在比赛当中插拿点政治 是吧 那么换成亚洲杯这是什么 这是在政治斗争中加点足球啊 你看1954年亚足联成立 那他的成员国呢 创始成员国是有韩国 印度 以色列 还有什么南越 然后中国香港 中国台北 就这些个国家地区 1956年的时候 在香港举办了第一届亚洲杯 这是全球仅次于美洲杯的第二古老的赛事 欧洲杯是60年才有的第一届 那韩国呢 获得了第一届的冠军 1964年第三届亚洲杯 他的冠军是由以色列获得 那你看以色列这个地理位置 他是被阿拉伯国家所包围 然后历史上爆发过五次中东战争 那么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时候 以色列占领了整个耶路撒冷 然后把首都啊 从特拉维夫就迁到这来 他占领耶路撒冷的这个行动啊 就被一些阿拉伯世界 穆斯林世界所孤立 你看远在东南亚的这些伊斯兰国家 马来西亚这个印度尼西亚 他们都抵制以色列 你看今天啊 就是马来西亚 他们那个护照上还写着呢 以色列人还是犹太人不许入内的 还写着这个呢 那么到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 这阿拉伯国家是再也没有办法 通过战争的方式 然后从以色列人手里去夺取领土了 所以呢 足球就成了他们报复以色列的手段 1974年科威特族协 提出了一个把以色列从亚洲区出名的方案 这一方案是得到了大多数西亚的阿拉伯国家 以及像马来西亚啊 印尼啊 巴基斯坦呢 这些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支持 那在伊斯兰世界的压力之下 亚洲联就以以色列的这个地位问题进行投票 然后投票结果是阿拉伯人以微弱的优势胜出 等于说啊 这是阿拉伯人一人一票 阿拉伯兄弟一人一票 把以色列踢出了亚洲联啊 那么以色列虽然是被赶出了亚洲联 但是国际足联可开除不了他呀 国际足联连俄罗斯都开除不了呢 他凭什么开除以色列呀 所以这个从1974年到1990年 以色列呢 就被国际足联安排在了不同的赛区参加市域赛啊 像一开始是东亚赛区 后来呢 又进了欧洲赛区 甚至他们还参加过大洋洲赛区 跟澳大利亚新西兰体比赛 那么这种流浪生涯呢 一直到90年代才结束 到了1992年 欧足联接纳以色列作为他们的成员国 那么在就是今年24年 欧洲杯 他们现在已经踢到了附加赛的阶段 很有可能在赛场上看见他们的身影 其实这亚足联啊 投票踢出以色列这事啊 我们今天说 这是西亚人控制亚足联的结果 对吧 那仔细你看 西亚人他控制亚足联 这是情理之中 你看首先啊 他们国家多 然后有共同的信仰 那这就在这种一人一票的投票环境 当中很占优势啊 再加上西亚国家普遍赋予 他又是君主制国家 所以他就可以绕过国内议会的程序 去给亚足联大撒币 日本就不行 日本说 如果说我要给这个亚足联撒币 我要去贿赂他们干嘛的 这个那日本的议会不大呀 你凭什么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干这事啊 但是你看西亚 什么沙特 什么阿联酋 这些国家 那钱就是我的钱 老子爱怎么用怎么用 干你毛事啊 对吧 你看这边啊 人家这亚足联收了西亚国家的好处 然后那边他就做出某项决定的时候 就不可避免的会对他们有所偏袒 那相比之下 你跟东亚这边这个国家少啊 不团结啊 中日韩三国的不团结 然后刚才也说了 他不能像石油贩子那种撒币 所以呢 在会场当中 你居于弱势地位 这就不意外了 那在西亚人把控的这亚足联之下呀 他不光是东亚球队吃亏 中亚人也吃亏呀 95年亚冠比赛 那时候是哈萨克斯坦和沙特的两个俱乐部 然后在淘汰赛中当中相遇 本来这哈萨克斯坦的俱乐部啊 他晋级大有希望 但是变雾突起 沙特人就嫌这哈萨克斯坦太冷太远 所以就耍个赖 就是不不到你这个哈萨克斯坦去踢客场比赛 要求把比赛啊 改在比较温暖的中立场地去举行 这就是沙特人单方面的无理要求 本来是该被亚足联拒绝的 但是西亚嘛 朝中有人呢 所以在他们的偏袒之下 亚足联就宣布啊 如果哈萨克斯坦你不去中立场地的话 那么然后沙特人又拒绝比赛的话 那结果就要被判为0比0平 那按照规则 沙特其实是你这种主动拒绝比赛 是要被判为0比3输的 然后就这样 这哈萨克人呢 自觉受辱 开始就寻找脱亚入欧的可能性 经过一番运作之后 哈萨克斯坦足协在2002年正式改弦更张 或许只是为了让亚足联脸上难看 哈萨克斯坦呢 他是只宣布足球入欧 其他项目还听亚洲指示 亚运会 你就能看见哈萨克斯坦代表队 那沙特呀 他受到的照顾不止这些 07年亚洲杯 那时候是印度尼西亚 泰国 马来西亚 越南这四国家联合举案 沙特呢 为了避免和泰国相遇 直接被分配到了印度尼西亚赛区 这是因为啊 沙特和泰国有一段恩怨往事 89年的时候 沙特王宫的仆人 这是一位泰国人 他呢 坚守自盗 在那沙特王子的宫殿当中 就偷走了一些珠宝 沙特王宫呢 就要求泰国方面锁回珠宝 那一年之后 这盗贼被抓捕归案 珠宝也如数奉还 然后沙特王室收到珠宝之后 检查 勃然大怒 因为大部分珠宝都是赝品 真货被调包了 那奇怪的是 这起珠宝案呢 还让好几个到泰国调查的沙特人 离起失踪啊 离起死亡 然后几个月之后呢 还有三个沙特驻泰国的外交官被谋杀 那如此大的外交纠纷 就让沙特泰国两国结下了梁子 两国的外交资格也降级为代办 然后双方呢 也是互相封杀了17年 那因为这层关系 像07年亚洲威 沙特就得到了特殊代 由亚洲联给他们选择赛区 不过其他国家 那就不值得亚洲联操心劳神了 因为韩国朝鲜 那是冤家呀 在亚洲杯啊 还有其他的洲际比赛当中经常能遇见 那去年两国家还在一场比赛当中相遇了 然后那朝鲜的电视台 转播的这场比赛 在那个直播那个字幕上 他不管韩国人 韩国队叫韩国队 他管韩国队叫傀儡队 那说回这07年亚洲杯啊 在这届比赛当中 伊拉克创造了一个奇迹 他们的主帅在赛前两个月才上任 然后运动员受到了 伊拉克战争的影响 根本是没法组织其有效的训练 然而哪怕是在这样恶劣的外泄因素 伊拉克人还是能克服困难 在比赛当中披荆斩棘 最后登上了冠军的宝座 曾经呢 这伊拉克队也是一支足球禁旅啊 从1987年开始 萨达姆的长子乌黛 掌管了伊拉克的体育事业 那作为低运动的足球 首当其冲 成为了乌黛投入心血最多的项目 然后运动员就迎来了一段黑暗的末日 乌黛这个人呢 他很变态 他专门收藏了一批户型的刑具 只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表现不好 那就关起了一顿折磨 基本上把人搞到血肉模糊之后 然后再对着这个伤口撒尿什么的 那另外就是乌黛啊 为了让他的管理看起来更科学 在引号的科学啊 那乌黛呢 会专门制定一套考核标准 就是球员在赛场上每一次失误啊 你传球传出界了 然后你这个犯规了 这都会被记录下来 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等比赛提完了 再算总仗 1999年的时候 伊拉克呢 就输给了日本和韩国 然后球队就会被告知啊 什么球员要全部被枪决啊 好在是乌黛指制吓唬他们 最后呢 就是最后惩罚 就是给他们关到一处农场 和这个牛羊一起吃住了25天 我还看过一个视频 也是伊拉克队的比赛 然后点球大战 有一个球员 他就踢飞了点球 你点球大战上 你说出现失误 点球没打进 这非常正常的事啊 然后他就一脸绝望的跪在了那个草地上 我现在觉得他应该不是说对他的这个刚才的发挥市场感到后悔 他是觉得我操我自己下半生那么完了 我回国之后怎么交代呀 应该是对这个感到绝望 所以你就看在乌黛这种暴军这种毫无人性这种惨绝人伦的高压管理之下 伊拉克足球队人人自危 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你没办法去好好踢球 运动员要么就畏首畏尾 要么就早早退役 好在 老天开眼 2003年美军在五代的住所呀 先将神兵 把他和他弟弟库塞两个人打成风波煤 这两个人成功的偶叶到第一去享受12个比利海伦顿去了 所以这是全体伊拉克人民都值得庆祝的一天 那么伊拉克足球队也就此迎来了新希望 很明显呢 2003年这乌黛刚偶叶 然后这2004年 他们就在奥运会当中打进了四强 那2007年拿到了亚洲杯的冠军 后来在2005年的亚洲杯 他们也打进了四强 有乌黛的伊拉克队 在赛场上接连被淘汰 没有乌黛的伊拉克啊 即便是在战乱当中也能拿冠军 也能拿四强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靠管就能管好的 对不对 足球这是一种需要自由的运动 你要想靠言行俊法 靠管犯人的办法来出成绩 那结果肯定是越管越完蛋 那么无论是外交博弈还是雪林林的战争 亚洲杯背后啊始终是无法和这些分开 去年这一年 世界上大事很多 那亚洲各国家呢也都旗帜鲜明的站在了几个不同的立场上 在这届亚洲杯啊各个参赛国能不能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带进比赛 恐怖分子和那些恐怖分子的后台会不会对比赛进行干预 这个结局还很难预料 反正我是特别希望看到像2022年世界杯那样 伊朗人拒绝唱国歌以表示抗议 然后热爱自由的伊朗女人摘下头巾化着浓妆去看比赛 这是人类文明啊该有的样子 好了那关于这亚洲杯的历史 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我来吧